无论他出于何种目的 要强娶我 我都已经消耗对策了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你拿过来 莫歇听话 莫歇也给我拿过来 莫歇 你这么想我 我应该怎么惩罚你 你放开 我就喜欢你这种 又辣又破的小娘子 是唤轻悟 还要强娶凤瑶 混蛋 我绝不会嫁给你这种乱臣贼子 况且我已经是万家贵的妻 我死也不会让你玷污我的名解 人为刀子 我为鱼肉 我一个弱女子 又能做什么呢 冯瑶 啊 阿爹阿娘 孩儿不孝 不能保全白家的妻业 却也不能被人这般羞辱 失忆之辞 不过是玉石俱焚罢了 凤瑶 凤瑶 莫歇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 我看你难过 不放心你 我没事的 莫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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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什么 莫歇 给我 莫歇 富瑶 算我求求你了 好好活着 不要犯傻好不好 莫歇 我也求求你 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但是如果逼着我嫁给那个乱臣贼子 我真是生不如死 不会的 你知道吗 陈文德要娶你并不是因为你的美色 而是他另有所图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我又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大美人 他怎么会对我一见倾心呢 这个卑鄙小人 他无非就是想利用我要挟夫君而已 而且我觉得 这件事应该另有其家 莫歇 到现在你还觉得那个姓陈那是什么好人吗 不是的 凤瑶 你冷静一下 不要冲动好不好 你不必再劝我 这个簪子 这个簪子 我就是为陈文德准备的 也是为我自己准备的 无论他出于何种目的要强取我 我都已经相好对策了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你拿过来 莫歇 听话 莫歇 你给我拿过来 莫歇 你那么死心 莫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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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啊 莫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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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 凤瑶 你相信我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想办法解决 好吗 莫歇 等一下 怎么啦 找我还是为了白凤瑶的事 你明知凤瑶是个死心眼 又对万家贵一心一意 何苦把她往死路上逼啊 我跟你说过了 此事另有缘由 我对白凤瑶不感兴趣 算我求你 你放过凤瑶吧 我跟凤瑶两个弱女子 根本不懂你们的什么 阴谋算计 更不会碍到你们的事 而且如今你铁矿 庆舟 都在手里 那么威风 为何要为难我们这种小女子呢 你每次夫人都是为了白凤瑶 因为从小到大 她是唯一对我好的人 如果没有她 我早就饿死冻死了 那你是担心白凤瑶嫁给我之后 我欺负她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在这之前 她肯定就会自寻短剑 所以我求你放过凤瑶吧 你还提醒我了 这还没行拜堂里呢 这就自寻短剑 我岂不鸡飞蛋打了 小巫 在 找人 让你把那个白凤瑶给我看着 千万不能出任何事情 是 你 这白凤瑶还真是你的软肋 你以后再给我搞出什么事情来 那别怪我对白凤瑶不客气 你马上要抢娶她 你还敢伤害她 你别劝了 这么多好吃好喝的 还填不满你的嘴啊 陈文德 你个混蛋 我一定会想办法 绝对不会让凤瑶嫁给你 我来说你 你个人 我来说你 在小巫里 在小巫里 我来说你 你来说你 对你 我来说你 我的妆帘里面有一只银簪子 那是母亲去世前留给我的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我想戴上 让母亲看见我出嫁的样子 这个太过寒素 怕是不合喜庆的气氛 我以这喜庆的日子更不相容 你们将军不照样要应取吗 往锁一点 好 来 我帮你一下 舒适干净了 好 放这就算了 可以 事到如今 就只能这么办了 一笑晴晨不甘 是属于化了魂魄 好 及时到 都说独占时间窗 时间哪有情欢 手已翻眼之乱 马蹄枝下白花残 带王冠匹锁链 眉眼用完用冷眼 眉眼只在脸上笑 眉眼只在脸上笑 飘啊飘 勇敢去脸是飘 眉眼好好的 不然 妙光的出景妙不妙了 小眼只在脸上笑 飘啊飘 勇敢去脸是飘 笑啊笑 真实的哭一笑 妙光的出景妙不妙了 你别怕 就是这块鱼牌了 形状几乎一模一样